第206集 小贩大喜 钱货两清 今天真的遇到了一个凯子 妈逼的 这把剑是房品 不过是时间有点久罢了 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 不过房品就是房品 他十几块钱收上来的 没想到一转手就卖了五万 刚才叶好轩和这小贩杀家 已经引了不少的人围观 对于叶好轩 除了摇头 众人真的就无话可说了 剑过愣的可是没有剑过这么愣的 这剑虽然卖相好 但是越老的物件 看起来就越是灰头土脸的 在古玩戒 就是看起来越是光鲜的东西 就越有可能是艳品 叶好轩今天算是上了个大当 旁边有小份羡慕道 嘿嘿 老六 你他妈的今天运气真好 嘿嘿嘿 可不是嘛 遇到的傻逼 那叫老六的小份 没等叶好轩走远 就忍不住大笑起来 你在说谁是傻逼 叶好轩的脸色骤然变了 妈逼的 有些人给脸不要脸 就算你要笑 也得等老子走了再笑吧 没见过这样过河拆桥的 买家还没走 他就骂买家是傻逼了 嘿 除了你还能有谁 小藩得意洋洋的说 现在钱货两清了 他也不怕叶好轩反悔 毕竟在古玩街这一带的地头上 他是有几分势力的 想想自己十几块钱的东西 就卖上个天角 小贩就越想越得意 年轻人 赶紧走吧 古玩街的水深 以后多学点经验再来 是啊 你这东西 充其量是民国时期的房品 值不了几个钱的 你太心急了呀 有些围观的为叶好轩补职 其实玩古玩的 谁没走眼过几回呢 可是像叶好轩这样亏的 还真的是少见 哼 这么说 这东西是假的咯 叶好轩向小藩冷笑道 哼 话不能这么说 古玩街没有真假之说 只能说是赝品 现在钱货两清 只能说是你 走眼了 今天你花了钱 我就给你上一课 像你手中这种东西呢 我一千块钱可以买来一大把 小贩得意的忘了行了 竟然不忌讳的向叶好轩直言 这是假货 见过小张的 没见过这么小张的 这小子肯定是这里的地头蛇 不然也不敢这样明目张胆 反正现在钱货已经两清了 古玩街的东西是不退换的 这里有这里的秩序 就算你报了警也无济于事了 可是这小贩的人品太差了 客人买了假货本来就郁闷 他还在客人的伤口上撒盐 还有你这东西是不对的 就算你报警了也无济于事 小贩得意洋洋的说 你就这么认定 我买的东西是假货 你不怕自杂招牌吗 叶好轩冷笑道 狗屁的招牌 古玩街的人流量这么大 我们成天有做不完的生意 走了你还有他 我都不怕你怕个猫啊 小贩冷笑道 跟你直接说了吧 这个东西是我二十块钱 从乡下收上来的 你就留着当做个纪念吧 以后买东西要认准 像你这种不懂古玩的 还想来捡漏 活该买到艳品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就算买了艳品 你也不该往客人的伤口上撒盐呢 对啊 这是从你这里买的 你起码让人走了你再说吧 围观的人群有些看不下去了 这小贩也太没人品了吧 我喜欢 你们管得着吗 傻逼一个 活该被坑 小贩嚣张地叫他 向叶好轩示威性地扫了一眼 说不定这东西里面 另有乾坤呢 叶好轩也不生气 只是微微一笑 你是想捡漏想疯了吧 我看 小贩不屑地扫了叶好轩一眼 这东西他摆在这里一个星期呢 他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另有乾坤 别逗了 这是现实 不是小说好不好 这小子看剑宝小说看多了吧 以为满大截都是漏 让你去捡呢 小伙子 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 漏不是那么容易捡的 有人劝叶好轩看开点 是吗 万一这把剑里面 有漏让我捡呢 叶好轩笑道 你倒是捡个让我看看呀 小贩冷笑道 这把剑有漏 除非见鬼的 我怕我真捡出漏来 你会后悔的去自杀 叶好轩笑道 你要是能捡出来漏 从今往后 我绝对不会在古玩节出现 小贩斩钉截铁地说 是吗 叶好轩微微一笑 把手中的那把青铜剑 反转过来 剑柄朝上 经过他刚才拿着剑 翻来覆去地 看了片刻 他已经明白了 这剑中的奥妙 在剑柄的上方 有一个机括 叶好轩轻轻地 在剑柄上一点咔嚓一声 剑柄向两边裂开 一把一尺多长 两边弯曲的匕首形状的剑 出现在了叶好轩的手里 还真的另有玄机啊 快看看是什么 小贩的心一凸 心几乎都要提到喉咙出来 他还真怕叶好轩 剪了个什么大漏出来 但是那把匕首虽然奇形怪状 按照形状来说 应该算是一把短剑 但是脉象并不好 整把匕首黑漆漆的 没有一点光子 好像是藏在剑柄里面太久 氧化了一样 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啊 不过看这小兄弟胸有成竹的样子 应该差不了吧 众人议论纷纷 随后都紧紧地盯着叶好轩手中的匕首 让他说出个所以然来 叶好轩手握匕首的柄上 轻轻的一抖 针气微微地发出 匕首微微地一震 原本表面覆盖着一层黑黑的东西 化成粉末 纷纷地落了下来 匕首恢复了原本的面目 这把匕首通体幽蓝 在太阳的反射下露出点点蓝芒 一种霸指之气油然而出 让当场的人心中都是毅力 从来没有一把剑 或者说是一把匕首 能流露出这种霸指的气息的 单是从气息上看 这把剑就不一般 叶好轩把匕首拿在手中 一种凛然的气势在心中涌起 仿佛这把剑可以给他无限的勇气一样 我可以看看吗 叶好轩一边的一名老人突然上前问 当然可以 叶好轩把剑送到那老人的手中 老人细细地打量着剑身 他的神色上闪过一丝疑惑 他反过剑身细细一看 脸色不由的大变 这 这是鱼长啊 鱼长剑啊 老人神色激动 双手都忍不住 微微有些颤抖 四周安静了下来 随即嗡的一声 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呼 鱼长剑 竟然是鱼长剑 怪不得看起来这么霸气 是啊 勇绝之剑 厉害啊 剑大漏了 鱼长剑也称鱼藏剑 据传是驻剑大师 欧爷子为岳王所制 他使用了赤锦山之锡 若耶锡之铜 经鱼洒雷击得天地精华 制成了五口剑 分别是战卢 纯军 圣爷 鱼长和巨缺 鱼长剑集成 善于向剑的削竹 被请来为他看相 削竹的向剑本领 犹如通灵一般 他感受到了鱼长剑中 所蕴藏的信息 因此回答道 鱼长剑 逆力不顺不可服也 臣以杀军 子以杀父 原来这把剑 生就是逆力背叙的 是用来弑军杀父的 真是太可怕了 当然 说法不一 鱼长剑的来历种种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 这把剑是古代的鸣剑不错 什么 这是鱼长剑 你开玩笑吧 拿把破铁你就当宝了 小贩不甘心地叫道 你知道这是谁吗 一个路人说道 那老头吗 我怎么知道他是谁 小贩怒道 这是当代铸剑大师路远 传说祖上就是欧爷子的传人 你说他的话能有错吗 啊 竟然是路大师 那绝技错不了 这绝对是鱼长剑 对啊 路大师祖上传说 是欧爷子的传人 他现在铸剑之术 已经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这 这可是无价之宝啊 路远激动地俯着鱼长剑 心中感慨万分 他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手中的剑 然后交到叶浩轩的手中道 小伙子 这把剑号称永绝之剑 你今天能拿到它 是莫大的机缘 我相信你将来必定是不一般的人物 所以请你善待它 希望你能配得上永绝之剑这个称号 谢谢老人家 我会的 叶浩轩微微一笑 把剑收好 然后又不解道 老人家 这把剑为什么会在这仿造的青铜剑里呢 这就不知道了 像是在民国那个动荡的年代 有人把这把剑 以极其高明的手法 藏在仿造的剑中 应该是想躲避战乱吧 不想今天就被你发现了 老人摇摇头 叶浩轩点点头 然后把手中的那把原先包裹鱼长的青铜剑 重重地丢在地上 扫了一眼脸色像猪肝一样难看的小范 转身就要离开 你站住 小范一声打叫 现在钱货两清 你还想怎么样 叶浩轩转身笑道 这把剑是我的 我不卖了 给你钱 把剑还给我 小范叫道 你刚才已经说了 现在钱货两清 数不退还了 你想反悔 叶浩轩像是看傻逼一样的看着那小范 这东西原来就是我的 现在我反悔了 我不卖了 你把它还给我 小范的心几乎都在滴血 鱼长剑 古代名剑 无价值宝 他就卖了五万 这放到拍卖会上去 五千万都不值 他妈的 他就这样 跟成为亿万富翁的机会擦肩而过吗 现在后悔了 刚才还在笑别人傻逼呢 我看他自己就是一个傻逼 不懂行在这里装懂 拿着宝贝当烂铁 众人不懈地看着那小范 纷纷地讽刺 风水轮流转 刚才他嘲笑叶浩轩傻逼 没见识的时候 恐怕没有想到报应会来得这么快吧 不服气 你去报警啊 叶浩轩小道 我告诉你 今天把这东西交出来 我推你钱 就算两清了 不然的话 我保证你走不出古蛮街 小范恶狠狠地叫道 是吗 腿在我身上长着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走不出古蛮街 叶浩轩冷笑一声转身就走 小子 你有种 小范咬牙切齿地叫道 他转身拨通了一个号码 唐老板 刚才有人从我这里捡了个漏 捡个小漏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电话里传出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可是 那是宜长剑 小范哭丧着脸说 什么 宜长剑 哪里来的 对方的呼吸马上急促了起来 就是从乡下二十块钱收上来的 想起刚才那个大漏 小范都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你他妈逼的 你是傻逼吗 唐老板大怒 老板 这也是经过你演的 您都看走眼了 更不要说是我了 小范哭丧着脸 他向哪个方向走了 唐老板急急地问 出谷完间了 好 我刚好正和冯少谈事情 我们马上过去 叶浩轩正打算回去 好好地研究一番 手中的虞长 这个时候 他前面两个大汉 拦住了他的去路 站住 什么事 叶浩轩微微一笑 他知道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完 那小范一看 就是这里的地头蛇 绝对不会让他白白地 捡这么个大漏回去 我们老板要见你 一名大汉说 你们老板是谁 在下唐太华 随着一个声音传来 一名中年人走了过来 和他一起的 还有一个趾高气昂的年轻人 这老板叶浩轩竟然认识 也就是叶浩轩在清源 赚第一桶金的时候的 那个唐老板 而他身边的那个年轻人 叶浩轩一眼就看出来 是哪个世家的阔哨 别的不说 但是那副相当屌的表情 就足以暴露出他的身份 京城二流三流世家的子弟 不都是这个屌样吗 一副老子是天下第一的神色 哼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唐老板 唐老板 还记得我吗 叶浩轩笑道 唐太华微微一睁 看到叶浩轩 他双眼几乎要喷出火来了 他当然记得叶浩轩 就是眼前的这个家伙 害得他背井离乡 当初叶浩轩在他手里 捡了个大漏 他心里不平衡 所以想去找人夺回字画 没想到他的人被警察抓住 有两个还是逃犯 就算是他警察局有人 也不得不连夜出逃 所以他就来到了京城 干起了老本行 今天正在跟京城冯家的大少 谈生意呢 被告知他手下的人被捡漏了 他就急吼吼地赶了过来 那冯家大少也是对古丸 极感兴趣的 听说是不是出的奇宝 鱼长剑 所以就急吼吼地 跟着跑了过来 醒夜的是你 唐太华咬牙切齿地说 当然是我 难道刚才的地摊 是唐老板名下的生意 叶好轩诧异地问 唐老板不是做大生意的吗 当初在清园的古玉斋 规模不错吗 现在怎么沦落到摆地摊了 唐太华大怒 叶好轩这是在他心里弯刀子 当初他的古玉斋 可以说是他的心血 却因为叶好轩 他狼狈地连店都丢了 之后他打探消息 得知自己的店已经被查封了 叶好轩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你 唐太华正要发火 被一边的年轻人拦住了 他阴瑟瑟地一笑道 我对你们的私人恩怨不感兴趣 我听说你得到了鱼长剑是不是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如果是的话 这里是一百万支票 也能让你赚上不少 年轻人说着取出一张支票 刷刷刷地写了一串数字 他挑衅地把支票 放到了叶好轩的鼻子上 用支票拍着叶好轩的脸道 我看你也不像是有钱人 这张支票 你几十年也赚不来 怎么样 一百万 叶好轩看傻逼似的看了年轻人一眼 我把这把剑卖出去 恐怕是个天价 我马上就可以变成一万富翁 我干嘛要一百万卖给你 因为不卖给我 你今天绝对走不出古玩街 还有 你不过是一个土包子罢了 不要不知足 年轻人不屑地扫了叶好轩一眼 你今天好像吃定我了吗 叶好轩小道 我就是吃定你了 鱼长剑拿出来 让本大少见识见识 年轻人阴侧侧的一笑 冯少 一百万 太便宜这小子了吧 不不不 一百万正合适 我是生意人 还是要讲究原则的 年轻人摇摇头 你姓冯 京城的冯家 叶好轩诧异地看了一眼年轻人 不错 我就是京城冯家的大少 冯高阳 没想到你这土包子还是有点见识吗 竟然知道我们冯家 冯高阳有些意外 因为普通人过着上下班拼命地挤地铁公交的生活 绝对不会知道他们这个圈子的 叶好轩既然听说过冯家 那这小子到底有些来历 这样子呢 我能订阅你一alog 这理由 这位 这位 我一备